哈喽,大家好,我是犀利差 刚刚呢,我从泰国曼谷往西边开车 开了大概100多公里,就来到了这个 Nakonbatom这个地方 如果我再继续往西边开了100公里呢 就可以开车到缅甸了 不过今天呢,我没有打算开车去缅甸 而是打算去 哎呀哎呀 哎呦,破盖了 是的 摔了一跤呢 就摔到了Nakonbatom的Nagaran Waterfall 这一边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飞去了的飞机 作为景点,所以如果有从泰国开车往 西边去旅行的朋友呢 可以停在这边走走看看 这个地方呢 它有摆一辆 真正的飞机 给人来这边打卡 然后那边有一个 人造的Nagaran Waterfall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哇,这个景点也是非常漂亮啊 除了刚才那边 一台飞去的飞机以外 这边还有一台 然后这边 有看到一个 人造的瀑布啊 所以它这个地方才叫做Nagaran Garden 啊 啊,一架被飞去了的飞机 也能拿来 打造成一个 非常漂亮 休闲 以及 网红打卡的地方啊 所以现在我们继续 check it out 看看 里面 还有什么东西 所以它其实 其实 是 在飞机里面的一个 咖啡厅啦 哇,好特别的一个地方 哇 然后这边 哇,好特别 还看到有人穿Black Pink的衣 啊,我现在就 往这边 走出去 刚才网红打卡的地方 啊 这边就是 刚才在外面 看上来的地方 好 check it out 哦,就是这边 这边就是 哦,飞机的 里面 这边 这边还给你 走出来这个 飞机的 翅膀啊 也就是飞机翼啊 平时在飞机里面看出来 看多了 走在这个飞机翼 还是人生第1次啊 哇,而且这个地方真的是 值得一来啦 所以有 开车向 往溪走的朋友 我非常建议来这个地方走走一下 肚子饿了,还可以在这个楼下这边用餐 啊,这边 走出去 就是 飞机头了 来,看到一辆 一艘船 啊,这边就是它的 呃 尼 瓜 奶嘎啦 Waterfall啦 中文我忘记叫什么了 啊 这边 这边还有一台 战斗机啊 不知道是不是 F-40 Aircraft Market 就是这个地方的名字 这样子走了一圈 真的是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啦 所以有从曼谷 往西开车旅游的朋友 这个地方真的是可以来一下 啊呀呀 Susa 屁股呀 屁股呀 就也来到了一个 类似 日本的地方 不要以为我在日本 我其实不是在日本 我其实现在是在 一个叫做干machi的cafe 这个地方呢 它弄到好像一个日本村这样子 啊 这个门 就是象征日本的一个门 然后 这一边呢 它就设计到好像日本这样 哇 一进来就看到 拿着雨伞的龙帽 龙帽 然后这边有看到很多 日本的灯室啊 哇 这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啊 看到了 Osaka的 Glico Man 弄到很像啦 再走走看看 进来这边呢 就是一个 日本花园了 哇 住在泰国的人 如果你很想念日本风情 真的是可以来这边走走啊 这边还有日本鲤鱼 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日本花园 哇 这边真的是好特别啊 然后还有 地方 供你 喝茶 就是一个 喝茶的好地方 然后这边还有一间房子 弄到好像 日本一样啊 哇 好特别这个地方 啊 还看到网红来打卡 这个 是一个很漂亮的网红 啊 整个地方就是这样子 嗯 从这个日本花园的cafe 它就有一个小门给你走出来 走出来就是一个哇 好特别的地方 它弄到好像大阪那样啊 就是在这边 它把所有的泰文 都拿走了 就是弄到整个地方 就是弄到好像你在日本一样 啊 有日本的这个 自动贩卖机 然后还有日本的垃圾桶 啊 也是 真的就是一个 泰国最新 网红打卡的地方啊 啊 喂 这边有非常吸引人的东西 哇 日本的摩托车 摩托车 然后还有一些 旧款的汽车的 cd player 哇 上面还有一点点摩托车 好特别 哇 还有sport rim 大阪的Glicoman 不过这个是没有灯的啦 没有LED灯的 然后 连这个日本的快递 宅集变 它都拿来这边摆 啊 值得注意的就是 它还摆了一些红绿灯 然后还有一个zebra line 还有纸布的那个字 都是日本字的 然后 纪尾金版 就是一个 小小的一个地方啦 不会大啦 但是真的是引来了不少 网红来这边拍照啊 有没有人觉得这个穿着和服的广告里面这个女生有一点像马来西亚的灵明珍呢 有的话请留言 刚刚叫了一杯后鸡茶 喝了可以后六肯 叫了一个teriyaki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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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这边还有一大堆人 跟我一起用餐 花园这边还设有几张桌子 供你在这边用餐 这个地方呢 除了外面弄到好像日本这样呢 听说它的厕所 也弄到好像在日本这样 嘿 果然 一进来就是讲日本 哎呀 可惜的是 厕所没有用日本的自动厕所 这一个地方呢 离泰国曼谷大概是150公里路左右而已 所以如果有住在曼谷的人 假日没有事情做 然后有车你可以开车来这个地方走走看看一下 虽然这边离曼谷不会很远 但是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呢 就想说在附近找一个地方 住一晚两晚或者三四晚 这样子再explore一下看看 这一个州或者这个府 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喜欢泰国旅游JDM车古董车 或者任何有关泰国的资讯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西里财 我们下一集再见 你不是论你在哪里 你什么好吗 恭喜你 你明天论 你在哪里 我未来你 又还是叫你 我基本上 感谢观看